接下來的話 我們要開始利用一些工資來 想辦法做一些化解 那 在這裡的話其實我們只在討論這個 Sine的 這個平方核的性質 平方關係 跟他的延伸 來 那第一題 Fm 等於扇平方N 加口扇的 N次方D 扇的N次方D 加口扇的N次方D 變動的像是什麼 變動的像是這個次方次方的變數 角是一個固定的角 可以嗎 那題目說的是2F6 減掉3F4該要是多少 可以嗎 你看到扇根口扇心都會想到什麼事情 用腳忙講都知道 扇平加口扇的那一件 雞嘛對不對 喔 喔 我會我送出嗎 對6號我們很明顯的知道 扇平 扇平加口扇 1 可以嗎 可以嗎 到底跑來跑來跑去 怎麼會 我這樣 我記5題對不對 可以嗎 應該會用到這個事在做化錢 可以嗎 第四 第四還沒講嗎 好 你說這個是不是 這你們自己看 這個打好自己看 他只是計算的琐碎了 所以我沒有要講 我再做一次 扇氦脂胸地打加口扇氦脂胸地打 則 2F6減3F4是多少 那我們在計算的過程裡面 一定會用到扇平加口0的1的性質 去做化錢 可以嗎 一定會有 好 那我們來看看 D小0這個2F6減掉3F4 是多少 這變成兩倍的 Sine的64加口扇的64 可以嗎 減掉 3倍的什麼 Sine的44加口扇的44 可以嗎 OK OK 好 那這個時候 你六次跟44 你會用扇平加口扇 為一個基本的單位 對不對 因為六次太大了 你會用一次為基本單位的時候 可以嗎 所以你看到這個扇六次 你心中想的是什麼 一個扇平方的幾次 3次 對不對 可以嗎 那這個口扇六次 就是口扇平方的3次 對吧 所以我們怎麼看 這個A三方加B三方 不要忘記了 扇法公式的化解 A三方加B三方 等於A加B的三次 就是 減3AB乘以A加B 同學 這東西在這裡把它記下來喔 這個在計算裡面很常使用到 可以嗎 所以我們就利用這個去化解 可以嗎 你沒有戴嗎 你沒有戴嗎 沒有戴嗎 沒有戴嗎 你有戴嗎 你有戴嗎 OK 戴手 A三方加B三方等於A加B的三方 減3AB加B 所以我們這個是怎麼化解 A三方加B三方等於A加B的三方 再減3AB A加B 到這裡OK嗎 可以嗎 好 再減掉 三倍 這個扇的四次方 應該可以看成平方的平方吧 可以嗎 那我們可以知道 我在旁邊寫 扇平加口平的 平方等於扇4加 扇4加2扇平口平 所以我們很明顯的知道這裡怎麼化解 扇平加口平的平方 這減掉兩倍的扇平口平 可以嗎 到這裡有問題 可以喔 所以這邊前面就變得多少 兩倍的1 減3扇平口平 減掉 3倍的1減2 3扇平口 到這裡可以嗎 那既然如此就很簡單 對不對 因為你會發現6個跟6個約掉 變成2減3 等於幾 不一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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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照片 好 那同學就中間的像蕭蕭二減三 像這種題目 我們可以看 那第二小題怎麼做 一樣的你用扇屏加口名等於1 陪你去做討論 螢幕說 扇一次方的θ 加口扇一次方的θ等於1 那你在跟θ跟口蛋討論是不是跟平方會有關係 可以嗎 所以我把這4平方 平方以後你就知道他到底應該會有什麼結論 3平 加口平 加2三口 1的平方都還是1 那結果這裡也是1 這裡也是1 1跟1可以怎麼樣 約掉 所以 得到結論2三口等於0 代表其中只有一個是0 可以嗎 所以我們知道 Sine等於0 或者是什麼 PoSine等於0 OK嗎 好 所以我們就很清楚了 知道 Fn 基本上就是1的n次方加0的n次方 可以嗎 其中一個是1一個是1 OK嗎 好 好 1 今天喔 這個 好 收購什麼收購 8月 8月 1 1 還好 我今天有買過地址,只要重的話 不習慣可以換你的地址 13億 我就花一半把收購買下來 然後再花300萬把一面牆全部七成我的臉 整面13層,一整面是我的臉 不錯 我也覺得蠻讚的 我覺得Sogo要賺什麼才賺到 我就賣阿勞的東西 阿勞百貨之類的,我有跟他講過嗎 就是我覺得Sogo那邊其實很多那種外老具體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要開個東南亞專門的地方 阿勞的什麼吃的啊,或那些的你知道嗎 我覺得這樣講 台中都蠻失敗的 台中東西工程蠻失敗的 可是我覺得台灣 也不是說只有給阿勞 就是有阿勞的,也有我們一般的條子 分開了 分開了 就阿勞的,我們一般的 幹,這樣有點歧視 阿勞走一條路,我們走一條路 沒有這樣不好,我覺得跟我們也沒有差 不過中國人可以一條,我們可以一條 我 哇 這樣不是七星 那同種 同種 都同一些 那就一定齊現 不會,你這樣 你這樣跟我過來 然後 這樣不會,我們不能都會這樣 然後去看得懂吧 其中一個是一 一個是幾 一個是零 是零 可以嗎? 好,那再來你們會問我一個問題 老師什麼叫做sine等於0? sine等於0是這樣 當角度小到非常小的時候 你會發現斜邊是R 這個時候牽直邊會趨近於0 可以嗎? 當角度小到小到小的時候 這時候sine的0度 就代表這個時候牽直邊是接近於0 可以嗎? 變成了斜邊分之0等於0 可以嗎? 所以sine的0度等於0 知道OK嗎? 那sine的0度等於0 那我問你在這時候口sine的0度會是多少? 你有沒有感覺? 當角度小到小的時候 口sine的斜邊跟底度一樣高 所以這時候口sine的0度會變成R分到R等於1 看到了嗎? 2 sine等於0度的時候口sine等於1 好 大概是這樣註解一下 那同樣的道理 同學 什麼時候sine等於1 當我們角度很接近90度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三角形 底邊很小 可是牽直跟斜邊是接近一樣 當角度很接近90的時候 所以我們會發現sine的90度 在這種特殊角的時候 這時候 這時候等於R分之R 1 那這時候口sine的90度是幾? R分之0 2等於1幾? 0 來把它畫一下 畫一下 如果可以在那邊做補習班 也還不錯 我可以從幼稚人 教到大學畢業 大學畢業 找不到工作 還可以讓你去 去 看星星 好不好 看著天上滿天的環境 好不好 這個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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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時候口sine 對不對 當口sine角度很接近你的時候 斜邊跟底是不是很接近一樣 這時候 R分之R就等於1幾?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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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 1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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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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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分析在旁邊 幫我買個水好不好 欸妹妹 幫我買個水 水就好了 不用氣泡 幫我買個水 那不是我 我不知道是水 反正放我拿去 好 好同學看得懂嗎 那這個式子有什麼特徵 這叫降一次嘛對不對 高次是不是可以變成低次 本來是二人次的 這會不會變成原來四萬多數 一半 這叫降一次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題目 如果有高次的像 這就會想辦法把螢光湊出來換成頭三 這樣第一小題目就很簡單 三平方地塔加上三平方地塔 是怎麼 平方 是等於多少呢 原式就變化成這樣 那這個時候三平方會等於幾 口三地塔 那三平方畫成口三等平方 就加上口平方地塔 同學 同學 口加口平等於幾 就等於一了 很簡單 這個三平方地塔 可以畫成口三的一次嗎 在這個分析裡面 你要以這個為推論去推論 可以嗎 所以三平等於口三 所以來 三平可以畫成口三 那四四方是三平方的平方嘛 對不對 可以嗎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三平放成口三 那變成口三的平方 那口三加口平 根據題目的結論是一樣的 OK喔 好 那第二小禮怎麼辦 那二不難喔 那寫完第一小禮的話 你會發現 像這樣的一個題目 是不是先把它降至再說 原式 就可以寫成多少 口三地塔 三平四方減半 三變口 加上 加上口三三四方地塔 這OK嗎 四方減半 三變口 可以嗎 OK 因為我們知道 三平方 這個畫成口三一次 四方減半 三變口 對不對 再來 再來八次變成口三的四次方地塔 好 再來怎麼辦 同學 花學維度 你會發現在這裡 這兩項是還可以拿來化解 因為 口三地塔 它口平是一樣的 1 所以把口三地塔 這裡的口平方提出來 變成剩下口三地塔 加口平方 哇 這裡是幾 同學 口三加口平的也幾 1 所以是不是可以把這裡換成1 那就是要口三加口平了 可以嗎 可以嗎 連續的去做這個約畫動作 然後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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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滿臉很happy的進來 然後又出去了 這樣聽到 好 繼續囉 來 繼續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你要讓他試試看 同學 這一題 第二小題 馬上試一下 下面兩題 先試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種東西 沒有我自己在做做 自己感覺不太做 來 下面一二題 做做看 好不好 同學 這個 我先問你們一件事情 你覺得為什麼會把 立五這兩題放在一起 你可以告訴這個道理嗎 為什麼立五這兩題要放在一起 同學 這一題 跟這一題 它的特徵 是不是最後都會等於一個數值 對不對 可以嗎 所以像我們的第一小題 同學 如果 這個式子 不管角度是多少 算出來 最後會等於一個數字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假設角度是0度 來算 會不會一定對 是不是一定會對 可以嗎 所以像這個第一小題 針對不同的角度都會對 對的話 我們去令 sine的 θ 就是 sine的0度 等於0 cosθ 等於幾 cos0度 等於1 那這個時候 fn 就等於0 加1的n 字方等於1 不管怎麼算都是1 那這時候 f6-sine 2-3 不1 對不對 直接看就好 我意思嗎 直接看就可以了 所以 像下面這一題 哇 你真的要解三次嗎 照理來說 他把這三個用三把公司慢慢化解 但是你現在知道 因為針對這一題是一定會得到一個數字 如果題目不是說要 這個 sine 表示的話 是不是代表 最後算才一定是一個數字 所以如果你在做小考的時候 2-3加2 這個已經 可以嗎 可以得懂嗎 可以得懂 好 那下面這一題 跟上面這一題類似的 我們把它練習一下 好不好 第二題 剛第一題 您講完了 對 嗯 可以 嗯 嗯 好 好 写完以后 我们看第七 你看到两根你心动会想什么 看到两根心动会想到什么 所以说 顺带提一下 这个有人跟我提 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 就是 如果你们有人想要复习第1侧拳的话 或者说第1侧到第2侧第1侧拳的话 那我这边有 我这边有高三的 这个影片 然后你们给我拿个讲义就可以去看第1侧 你知道为什么吗 那我是这样解释是说 你们如果现在花太多时间在第1侧 不如把时间focus在第2侧的练习上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第1侧现在读完 之后会忘 还是很容易会忘记 懂我意思吗 那我们的复习以后会 早开始 所以你们也不用急着现在复习 如果你们要准备考试 准备小考 准备到模拟 可以稍微看一下 但是我觉得 高二有高二的难处 所以我会建议你们在这个暑假的这个末段的时间 还是以高二为主轴是最好的 当然如果有什么资源 你们要就拿去用 只是 这是一个 很良心的建议 高二的话 你们那个计算的量会大很多 所以像这个时间如果可以把三角函数写的熟练啊那些 把作业做一做 我是说真的 真的会有帮助 好 来 那两边想要跟语系数 什么叫跟语系数 Sin加C 等于A分之负 4分之5 那Sin乘以C 4分之5 A分之C 4分之B 记不记得 Ax平方加Bx加C等A 两根 阿卡跟贝塔 那阿卡加贝塔等于A分之负B 阿卡成贝塔等于A分之C 会有这两个性质 所以你们直接拿来用 就可以了 好 同学 其实还有第三个性质 这是散源口善看到 你看到散源口善 心中最小话 散平加口平等于A 等于A嘛 对不对 好那所以你组合完以后 你是不是只要用平方的关系 跟香加把香层凑出来 就是要听多少 多意思吗 好 很简单把平方 所以散加口的平方 等于4分之5的平方 那再去整理就可以了 散平加口平加2散口 会等于16分之25 这里移过去将减 这里是1 这里是1嘛 对不对 所以2散口 等于 16分之几 减16分之9 散口 就等于 32分之9 也就等于4分之5 所以第一算才是2 把4乘过去 8分之9 可以吗 好 OK 这还是什么 配合陈法公司跟宣言 其实把这个 第三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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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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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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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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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要按了 第8,我來看一下 像這個問題,有一根為3-2,3-2-2 要去求散口 同學 你要求散口 代表中間出現了三角函數 要有散有口散,對不對 可以嗎 那你怎麼辦 你這中間給你tangent 代表你在整理tangent,就要先把他換成散口 所以原式,你很明顯的就知道,原式要先整理成 x平方減掉口3分之3 加上導數3分之口3 和x 加1 0 把它乘開來,x平方減掉 乘開來要散口分之1和x 加1 我寫在旁邊 沒有 散分之口3加,口3分之散 散口分之口 0加散 散口分之1 這個是通分去整理得到的結論 好 那你會發現 你的散口 是不是出現在我們的係數裡面 所以一定會用到根與係數的關係 你懂嗎 所以來 我們來看一下根與係數 假設有一個根,就是3-2 3-2 另一個根 假設叫做貝塔 這時候兩根之合 3-2 根號2 加貝塔 就等於a分之負幣 散口分之1 再來 3-2 根號2 所以貝塔 兩根之基 就等於a分之c 1分之1 所以同學 你是把這個除下去 就知道貝塔是多少 往上帶 就知道散口分之1 是多少 喔 所以我們來往下寫 貝塔 就等於 把3-2 除掉 有理話 有理話 上下同學 3加2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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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之幾 OK 好 那再來怎麼做 往上帶 戴戶貝塔 不可以算 這樣OK嗎 這樣可以喔 蛤 貝塔是多少 對啊 對啦 為什麼 你說那一根根嗎 沒有我只算慢一點 相承人一樣 沒有我 只是 慢慢算 因為有人會需要慢慢算 好 戴進去就可以算 所以 我們帶入 會得到 3-2 2 加3加2 2 約掉約掉 等於 散口分之1 6等於散口分之1 所以散口 就等於幾 6分之1 6分之1 可以嗎 1 3-2 6分之1 4分之1 9分之1 5分之1 在這裏 5分之2 6分之1 4分之2 6分之2 0分之1 4分之1 OK OK 燈門散一下 OK 那我們繼續囉 知道是怎麼做 基本上來說 你其實知道用電影係數 就知道慢慢怎麼算出來 懂我意思嗎 但是高二 我跟你們講 像這樣的題目 可能會出30幾幾 一次半考數30幾 所以你們要記得 這個計算速度要拉快 懂我意思嗎 計算速度真的要拉快 高二的東西 230幾跟高一的東西 230幾是不一樣的 你們在寫排列中230幾 看完題目就下筆 就去寫 要嘛是對要嘛是錯 速度可以很快 就是高 高一是這樣 都是這樣 那高二的話 你會發現計算的速度跟 長度會比較長 所以你們真的 練習會變得很重要 好 一般講完了 後面的練習要做 你把後面的練習要做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9 來第一題喔 A借於0到45度 A球 散因跟口善也很大 同學 稍微畫一下圖 是不是就會出現 A比45度較小 可以嗎 那這個時候 散因跟口善誰比較難 散因是小於口善A 這個OK嗎 可以喔 那第二個怎麼辦 在A借於0到45度 也就是散小口善大的時候 根號1加2散口 根號1-2散口才5分之八 又問tang H多少 同學 你求Tangion A跟求San A 口San A都一樣 因為我們在瑞角知道1個3的函數幾大都會出來 可以嗎 所以你這個求Tangion A 不是要求Tangion 你是要求Tangion 我可以瘋子在講 反正就是你求San 口San Tangion 最後都可以畫幾天卷 所以你只要把其中一個求出來就好 那在求之前呢 你先看一下螢幕 對於這個是有根號跟根號 我心中就想一定要創造什麼東西 可以把根號幹掉 你好歹要去算裡面的東西 所以你要創造什麼 平方 可以感覺嗎 感覺算嗎 你把平方跟根號可以約掉 是不是才可以算裡面的東西 好 所以我們來看原式會怎麼做 San 跟口San 所以1 用腳毛思考一下 San 屏 加口 可以嗎 所以原式它可以寫成 根號的 San 屏 加口 San 屏 加2 3 A 口 A 加上根號的 San 屏 加口 屏 減2 3 A 口 A 再來畫 雷5分之八 A嗎 有人自己做做看 繼續往下做 沒有 沒有 你們的社團 我還要想到一個東西可以看 沒有我跟妳講 因為我個人對於英文是非常 我跟你講我其實最愛的科目是英文 我是認真英文 對 那我覺得你們可以訂一個的課程來 線上課程 然後大家一起看 一起學一些新的東西 比如說 Master Class 我跟你們講過嗎 那個課程真的 它的東西真的是很棒 然後你們可以訂一個電影的 我訂一個講講笑話的common 然後大家去看 他教你們怎麼樣子去 去寫這個笑話 那我覺得這樣就還蠻有趣的 這裡是平方分析應該算算 對不對 所以這裡繼續往下行 San A 加口 A 的 完全平方的開句號 等於五分之八 平方分析掉了 San A 加口 A 加上San A 減口 A 等於五分之八 同學這樣寫對還是錯 這樣寫會不會錯會 為什麼 要加絕對 對 因為你這個 在減號的過程裡面 你必須要確認誰大 誰小 才能減 所以我會建議你 慢慢寫 什麼意思 像這部裡面 我會先 把它加什麼值 絕對值 可以嗎 加不會說問題嗎 對不對 我應該都是正加正 但是絕對值相減是就要看誰比較大誰比較小 那同學 這一題是San比較小還是否San比較大 勾音 沒有就是San比較小可能比較大 可以嗎 所以小減大你要小心 對不對 既然是小減大你要外面要加一個什麼號 負號 絕對值內部為負了 對不對 說只要是正的 所以外面要加一個負號 所以繼續往下寫 變成San A 加口 A 減掉 San A 減口 A 等於五分之八 我每一步都有講 那這個San A San A 負負得正 兩倍的口 A等於五分之八 所以口三A等於五分之四 先執行 所以Ten A 4分之三 可以嗎 不是很難嗎 OK 不會 OK 可以嗎 好 嗯 那我繼續囉 接下來我們要進腳的 給大家講 再來的話 怎麼去證 那我也是 咳嗽 不好意思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三集 第三集 這個 黑色體的問題 我們要把腳拿來比大球 我們要把 腳拿來比大球 以45度為邊界 先討論一次 再來我們來看 這個銳角來形一下地增跟地前 是多少 可以嗎 來 角度比45度小的話 先講45度的特徵 對於45度 sine theta 等於cine theta 等於根號二分級 OK嗎 在45度的時候 sine theta 等於cine theta 等於根號二分級 Tangent的45度 等於cine 把腳都解釋45度好了 A嗎 如果角度比45度小 這時候底大高小 可以嗎 所以你很明顯的會發現 在三角函數裡面 sine cine tangent 會有什麼特徵 第一個 在 角度比較小的時候 矮胖三角數 所以 sine 小於 口3 打角度比45度小的時候 可以嗎 再來 tangent 底大高小 tangent小於1 可以嗎 小到大 0度 那再來 如果角度比45度大 三角形變成高壽型 高壽型 代表高大 底比較小 可以嗎 所以從這邊 就會發現 sine 大於口3 tangent 大於1 可以嗎 sine 口3 tangent 這樣看 這樣OK嗎 可以嗎 如果小到0度的話 在瑞角看 小到0度 sine θ 等於幾 0 cos0度等於1 我剛剛講過 幫你們整理一下 Tangent 0度呢 cos3 是幾 0 在瑞角最大的90度 sine 90度等於1 cos90度等於0 Tangent 90度呢 無意義 0分之1不能算 可以嗎 來 第一個整理把它整理一下 那還有什麼隱藏的 性質沒有講 有一個東西 當 角度相同的時候 Tangent 等於 cos 分之sin sine 瑞角 角度相同的時候 Tangent等於cos sine cos 就介於0到1之間 所以你會發現 Tangent 會怎麼樣 會怎麼樣 大於等於幾 sine A嗎 你sine sine 去除以0點多 是會比原本的sine 大 一個數字去除以0點多 變大 對不對 可以嗎 例如說5去除以 10去除以0點1 變100 對不對 所以一個數字去除以0點多 變大 所以當瑞角角度相同 Tangent 會比sine 大 這個你們以前有看過這件事情嗎 有 在單位員裡面討論的時候 記不記得 在單位員裡面討論的時候 在單位員裡面討論的時候 來 這一個角 這條是sine 對不對 外面這條是誰 Tangent 可以嗎 所以外面這條Tangent 是大於改善 可以喔 可以喔 以這個長度來討論的話 Tangent會大於改善 什麼時候相等 當0度的時候才會相等 好 再來看三角函數的真解 如果在瑞角情形下 誰是递針的 什麼叫递針 貝塔增加的話 直眼 增加 有兩個 你直接看就知道 當我們的角度上升的時候 牽扯邊是不是變大 斜邊假設一樣 好像是sine會增加 可以嗎 所以我們發現sine 貝塔 會增加 OK 開頭才會增加 底越小高越大 Tangent也會增加 可以嗎 這個Tangent很小 這個Tangent很大 各位 所以Tangent 也是遞增 只是Tangent的增長速度比較快 那誰會遞減 口扇會變小 口扇會變小 斜邊分之零邊嘛 斜邊分之零邊 這個底子會變小 所以口扇地堂 會遞減 什麼叫遞減 這說一次 角度大的時候 磁會變小 加地久 好 這OK嗎 整理嗎 我們休息一下 好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好休息一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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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